现象有一定的道理 即是关带道理 因果道理 陈旧道理 放然道理 关带道理意思是说 因缘所生之物 必然以因果对待 因生果 果由因生 是不变的道理 一切现象之中 有一个相互依存的道理 佛教哲学讲的业报 因果的道理非常精妙 是全知的心事 才能汲取的知识 是完全证悟者的智慧 才能够领会的 为了来世能再生 得珍贵的人生 诸位需要这三项因素 殿下基础 辅助因缘的 品德修持 很强的齐倾原地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丁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 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穷酸厨鱼 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 有趣多了 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 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 我逃离了被斩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大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我也度过了 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 带着年迈的我 一起散步聊天 谢谢您让我度过 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多行善 莫杀声 爷爷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好啊 爷爷 先别坐 椅子上有小虫 别打 你这是在做什么 爷爷 我先把虫打死再做啊 我从小就跟你说 做人一定要存善心不能杀生 怎么 你全都忘了吗 啊 这只是几只小虫而已 怎么能算杀生呢 世间万物只要有生命的都不能伤害 因为它们也都是有感情的 如果你对它们好 他们也会感恩图报的 嗯 爷爷 我知道了 好了 现在可以做了 爷爷 大家都说你菩萨心肠 连只小虫子都不忍心伤害 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容易心软 但是真正体会到动物的情感还是在那一次 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从镇上徒步返回乡下老家 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卖杂货的商人 他正赶着满载杂货的罗马到各地去叫卖 诶 什么声音 请问 最近的村子离这里远不远呢 啊 不远 在十几里路就有一个村子了 是吗 谢谢了 这位大哥 你在的是什么呀 我带了一些杂货到各个村庄叫卖 今天走了好久 都没见到一个村子 幸好前面不远就有村子 要不然我今天可要睡在野外了 商人的罗马队里有一头罗马似乎病得很重 他背脊上的皮肉早已磨得破烂出血 气息奄奄的无法再走了 原来他是卖杂货的 诶 那只罗马好像生病了 可不是吗 你看他背上的皮都磨破了 走起路来有气无力的 是啊 他都这样了 却还要拖着那么多的货物 真是可怜啊 终于那只罗马不堪负荷 跪在了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但是那位商人却仍狠心地用鞭子不断地抽打他 不让他脱队 真该死 他怎么又停下来了 快 快起来 给我走 你快给我站起来 别耽误时间 快起来听到了没有 大哥 这头罗马已经病得走不动了 你又何必再苦苦鞭打他呢 他停在这里不走 我不打他还能怎样 不然 要白白将他丢在这里吗 你可以把他卖了呀 卖了 你可真会说笑话 他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 谁还会买他呢 那头罗马实在是太可怜了 当我看到他祈求的目光后便决定要救他 如果有人愿意买 你打算卖多少钱呢 嗯 我以前是花三千块买的 现在至少要卖一半的价钱吧 那好吧 你就卖给我吧 啊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真的要买这头病马 是的 就一千五百块 你把这只罗马卖给我 小曹 你疯了吗 你竟然要花这么多钱 去买一只病得都快死掉的罗马 是啊 一千五百块钱 那可不是小数目啊 你可要想清楚了 别做傻事啊 我决定了 我要将它买下来 就这样 我在大家的取笑声中 买下了那只罗马 它非常有灵性 直到自己被我买下来后 很努力地挣扎着站了起来 并跟着我回家了 不要害怕 要擦药 你的伤口才会好得快哦 我将它带回家 他心心照顾了几个月后 他背上的伤口不但痊愈了 而且还变得更为壮硕 他的性情十分温血 我和他相处就如同朋友一般 哎 小曹 这只罗马莫非就是 先前你买的那头病马 是啊 不过它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真没想到啊 当时它都快死掉了 这才几个月竟然能变得这么健壮 真是一匹好马 是啊 它非常通人性 而且性情温馴 有时候我觉得它就像是我的朋友一样 哈哈 你看 它说它也把我当朋友呢 走 我们回家吧 有一天 我骑着它去赴宴 并且宴席上喝了点酒 小曹 你今天喝多了 我看还是别回去好了 没事的 我骑着马来的 那匹马很聪明 就算我睡着了 它也会把我带回家的 可是你回家的路上 有段山路非常危险 万一出了以外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放心好了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好了 我先走了 由于我在宴席上喝了点酒 结果在马背上睡着了 即将要经过一段崎岂岐难行的山路时 那匹罗马怕我在颠簸中会从马背上掉下来摔入山谷 于是便在半山腰停了下来 还不停地大叫想把我吵醒 可是我睡得实在太沉了 完全没有醒过来 大哥 你听到没有 山上好像有马的叫声啊 是啊 我也听到了 那匹马叫个不停 可能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有可能 我们去看看吧 说不定有人需要帮忙呢 嗯 哎呀 他怎么在马背上睡着了 太危险了 是啊 要是不小心掉下来摔入山谷 那可就糟了 你赶快牵着马 我把他叫醒 年轻人 你快醒一醒 快醒一醒啊 呃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总算醒了 你看看这多危险啊 啊 天呐 真是好险啊 如果马儿再继续往前走 路这么崎岖颠簸 我绝对会从马背上掉下来的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是啊 如果不是你的马 即时停下来 并不停地叫 你今天可就危险了 当年就因为我的一念善心 让我避免了一场死结 而马儿激进聪慧的行为 不但显现了他的灵性 更是知恩图报的表现 所以从那之后 我便更加想善 也希望你们都能 长存慈悲和感恩的心 才不枉费今生为人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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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